哈喽小伙伴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VikoVlog 我是Viko 那么大家肯定在不少科技区的UP的视频里面 都会见过一些很酷炫 很有意思的无线循环的动画作为背景 比如说是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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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是 这样的 那么这些背景其实我是在达芬奇当中制作的 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我觉得这些比较好看的徐环动画 应该可以用在不少地方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快点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是如何制作了吧 哈喽小伙伴 我们来看一下在达芬奇当中 如何制作这种非常有意思和酷炫的背景 那么首先我们转到左上角 点击特效酷 在其中的工具箱找到效果 我们拖入一个Fusion合成到时间线上 同时我们将它的持续时间拉长一些 接着我们进入到Fusion选线卡 首先我们来重新规划一下布局 因为我们这一次使用的节点非常的少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加大预览区域的大小 这样大家会看起来更加清晰一些 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背景节点 我们将它连接到Midi Out节点上 这个时候我们转到右侧来调整一下背景节点的样式 首先我们将Alpha的值拖满 也就是变成不透明的颜色 接着我们在Type中选择Gradient T度渐变 然后来调整T度渐变的旗帜颜色 将起始的颜色调整为紫色 将结束的颜色调整为红色 这里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的颜色来调整 我这里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OK 调整完成以后 我们回到节点区 再创建一个Background的背景节点 我们连接两个背景节点的输出节点 这样会自动生成一个Merge节点 合并到主线上 接着我们选择刚刚创建的背景节点 和第一个背景节点一样 我们同样将它的Type改为Gradient T度渐变 然后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 我们在渐变的滑条上 点击下鼠标的左键 增加一个颜色的节点 同时将它的值改为0.35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滑条 再创建一个颜色节点 同时将它的值改为0.65 这样我们在滑条上 就会出现四个颜色节点了 我们选择第一个节点 将它的α值调成透明色 然后我们将它拖向第二个节点 让它尽可能的靠近 但是不要超过它 接下来我们修改第二个节点 我们选择它 将它的颜色调整为纯白色 接着我们点击第三个节点 同样的 我们将它调整为纯白色 然后我们调整最后一个节点 我们选择它 将它调整为黑色 同时将它的α值拖于0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变成透明色了 然后我们将最后一个节点 也像之前的一样拖向第三个节点 但是不要超过它 那么此时 我们会在截然期中 看见一个白色的剧情 接下来我们将repeat 从once改为repeat 让它无限的重复 此时截然期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将end的x轴向左滑动 然后就可以看见 重复的白色线段了 对吗 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么此时我们只需要 控制下面的offset 就可以实现动画了 那么小欧巴们 如果你们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把神奇打在弹幕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offset上右键 选择expression表达式 这里会用到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表达式 我们输入time 乘以0.15除以10 time就表示当前帧 这个表达式会利用 当前播放的时间 来做运动的动画 让offset的值 始终处于匀速递增的状态 那么此时 如果我们要调整 线段的角度 我们只需要在后面 创建一个transform节点 然后在右侧 我们调整一下角度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它没有铺满 所以我们放大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线段显示的并不锐利 有一些模糊 所以我们选中 background的节点 在右侧 我们重新调整一下 end的x轴 让它显示出来 更多的线段 同时我们调整一下 渐变的滑条 我们将第一和第四个节点 朝中间再靠拢一些 这样在节省器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线段锐利多了 OK 那么调整完成以后 我们播放来看一看效果 诶 还是蛮不错的 对吗 那么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这样一套简单的节点 竟然可以同时实现 多套样子 我们转到右侧 将gradient type 从linear改为square 方形 诶 这个时候 接人器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缩小一下 接人器区域会发现 控制界面的控制点 跑到画面外头去了 我们将它 拖入到节省器区域内 会发现 诶 现在已经变成了正方形了 对吗 我们赶紧播放来看一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无线循环的动画效果 对吗 如法炮制 我们将gradient type 改为radio 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一个圆形的 无线循环动画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呢 一套变多套 省心又省力 那么大家是不是 还要下次一定呢 那么OK 如果大家觉得 白色的区域显示 太过亮眼 我们可以选择 merge节点 在右侧 调整一下 blend的值 让它变得透明一些 这样看上去 就自然多了 对吗 OK小伙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 马赛克背景的制作办法 我们先将 现在的节点 拖到一边 只保留背景节点 然后我们创建 一个fast noise节点 这个节点 非常非常地好用 也非常非常地灵活 我们将它 像之前一样 合并到主线上 我们选择它 然后在右侧 大家可以照着 我调整的内容 调整一下 这里最重要的是 我们将scale 缩放属性 调整的大一些 这样看起来 会有一种 烟雾腾腾的感觉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最后一个属性 让烟雾 有一种 运动起来的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滑动时间线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烟雾 好像已经在 运动当中了 对吗 OK 调整完成以后 我们按下shift加控格 然后输入马赛克 对 就是中文的马赛克 我们添加一个 马赛克模糊 瞬间 我们的马赛克背景 就出来了 是不是超级超级easy呢 在右侧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马赛克的大小 清晰程度等等 那么我们播放来看一看 还是一种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对吗 好吧 那么我们马赛克的 效果做完了 我们同样的将它拖到一边 然后来看一看 最后一种水波纹的效果 该如何制作 那么首先 我们将background节点的 颜色调整一下 这里我将起始的颜色 调整为蓝色 结束的颜色调整为青色 完成以后 同样的我们创建一个 fast noise节点 然后将它和平到主线上 我们选择它 然后转到右侧 我们打开第二个标签页 color 将type改为gradient 此时我们会发现 它和background节点的gradient 一模一样 我们将gradient type 改为linear 然后来调整渐变的颜色 我们在其中 新增一个颜色节点 然后将它拖动到 中间靠左的位置 同时将它的颜色 调整为黑色 透明度拖为0 接着我们选择第一个节点 将它的颜色调整为蓝色 同时将它滑动到 第二个节点的位置 但是不要超过第二个节点 完成以后 我们选择第三个节点 将它的颜色改为青色 OK 那么颜色就调整完成了 我们转到下面 将repeat的值 从once改为repeat 这个时候 我们在接人器中 就可以看到一个大体的样子了 转到上面 我们将end的x row 向回拖一些 同时根据喜好 我们在接人器中 调整一下渐变的控制点 最后我们转回noise标签页 根据自己的喜好 再调整一下参数 这里的参数完全不固定 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感觉 来调整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调整一下 C-Street 让它运动起来 OK 调整完成以后 我们滑动时间线 播放来看一下效果 还是蛮不错的 对吗 OK 那么在最后的最后 我们再增加一些 做做的文字 让整个画面看起来 更加充实一些 那么这里 小伙伴们如果不知道 文字的阴影 该如何添加的话 可以去直接翻看 Text家的那期视频 都有介绍 OK 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几个超有意思的 背景的制作办法了 希望你们能喜欢 Hello 小伙伴 欢迎回来 那么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超级简单呢 其实这期的内容 应该也属于一种 起因巧技了 那么如果大家懒得做的话 我已经将我做好的 Fuel预设放在了简介区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就好 那么这期视频 大概就这样子了 如果你们喜欢 达夫妻的内容的话 或者是喜欢我制作的视频 一定不要点一下关注和订阅 支持一下我的频道 而且这么好的内容的话 不点个赞 忍心吗 好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